哈喽朋友们好,我滑雪回来了 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马上圣诞节就要到了 然后我刚刚滑雪回来 恶补了一下利物浦跟阿森纳的这场天王山大战 榜首大战 我基本上是用1.5倍的速度 快进快进快进 基本上传球的时候我就在快进 做了一些小小的笔记 然后说一下我对这场比赛的感受 我前两天发了一个视频 因为我说我要去滑雪 我先把这场比赛的走向预测 跟大家讲一讲 是我个人的预测 我觉得这场比赛阿森纳可能相比于曼联而言 更好踢一点点 是因为阿森纳的打法更加的奔放 而且他作为一个目前踢的还不错的好门 他没有必要去摆铁桶镇去防守 即便是在安菲尔德 这基本上跟我想象的也是符合的 双方整场踢的非常精彩 是我心目中认为的应该有的防守大战的样子 但是双方有很多关键的球员 很多关键球员我在我上个视频我也提到过了 咱们一一到来 好不好 我当时预测的比分 我觉得利物浦至少是一个平局 阿森纳的至少是一个平局 而且我觉得获胜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而且有可能是2比1 我说如果非要猜一个结果的话 猜一个比分的话 那这个比分有可能是2比1 那假如说今天厄德高在进区里面拍球 是吧 假如说裁判催了的话 催了一个点球的话 那结果不就是2比1吗 而且我100%认为那是一个铁定的点球 当时VAR看到半天反正告诉裁判 这是无益的 进区那手球跟无不无益 我觉得没有关系吧 这个裁判法则是个难道是改了吗 或者足球规则改了吗 就你手球是怎么算 什么样的进区内的手球才不算 就是这个东西吧 你的手臂紧贴着你的身体 紧贴着你的躯干 然后球是打到手 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不吹点球 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不吹点球 那很明显 即便是厄德高 他不是有意的去碰球 但是他的上肢已经离开了 他的身体躯干部分 你只要离开接触到球了 那这必然是一个点球 这跟有意无意为关 没有关系 如果他是有意的故意拍球 那这基本上红盘加点球了 你无意的话只是点球 没有红盘 我不能理解裁判的判法是怎么判的 我对这个判法争议非常大 这绝对是一个点球 如果这个点球能判的话 他进了 这个比分就是一个2比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比分 好吧 而且双方的最后阶段打的对攻 包括打出来场上的局势 我觉得2比1也是符合双方的表现的 好吧 我不能说阿斯纳发挥的差 阿斯纳发挥的非常不错 但是我在我上个视频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记得 我首先把阿斯纳的 他这个赛季的战术套路 给大家分析了一遍 他进攻的时候是怎么进攻 防守的时候是怎么防守 然后他的几名 非常重要的球员 我当时着重讲了这个中场阶段 中场阶段 一个是哈佛茨 一个是赖斯 这是阿斯纳最重要的两名权 哈佛茨发挥的不错 而赖斯这边 那就不是不错来形容了 赖斯就是阿斯纳的爹 这个赛季如果没有赖斯的话 阿斯纳如果还是像上个赛季 就是那样一个阵容的话 我觉得要掉一个档次 今天赖斯贡献了一个名场面 英超的著名场面 Loop有一个反击 到时候70多分钟的时候 打了一个反击 形成了一个接近于5打1的 这么一个局面 Loop当时反击的时候 你看前场 就接近于万箭齐发了 就全往前冲 这个时候什么叫好的后腰 我上个视频我讲安德烈 我说为什么安德烈 他不适合 他不光是不适合Loop 他不适合任何一个 打进攻足球的 打控球的这么一个好门 他不适合任何一个好门 就是因为他最大的致命点 就是他的站位 他的选位太有问题了 而且这个问题 他不是一天两天能改过来 他是一个个人 长期踢球的一个习惯造成 他总喜欢这么干 今天我们看到赖斯 他是一个绝对是可以写到教科书里面的一个防守站位 就是说什么 我阿斯纳后面没有人了 甚至说我们看到当时跑位的画面 Loop5个人往前 万箭齐啪 由萨拉赫带球往前冲 赖斯一个人站在萨拉赫面前 他的选位是非常重要的 他知道身后只有一个门将了 他就且战且退 就等你 因为你萨拉赫 我只要站在你萨拉赫面前 你萨拉赫是绝对不敢贸然的去往前过我的 特别是在你两边有队友的情况下 你萨拉赫是绝对不敢 就说我像大罗那样 我直接单刀过了你 这个可能性是极低的 所以他选择保持一定的距离 跟萨拉赫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你往前我就往后退 退到一定程度 那么萨拉赫发现离球门近的时候 他一定会把球分出去的 就是往左分和往右分的这个问题 那很明显的右边的人多一些 左边还有一个阿斯纳的防守权往回防了 所以他把球分给阿诺德 那么这个时候 马上赖斯就从防萨拉赫 很快的就是两步就到萨拉赫的面前 而且他阿诺德的另外一个死角 这个圆角 门将也马上过去了 所以两个人就把阿诺德的最佳的角度 就给挡住了很大一部分 导致阿诺德踢球的时候 他要想进球 他就会把这个球踢到有角度的地方 他要寻求一个角度 那么这个角度没找好 就打到横两场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 防守战位和防守选位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就体现出来一个世界级后遥 那么同样远藤航在这方面 为什么我觉得他比安德烈要合适100位 他在选位的时候 现在也非常聪明 远藤航绝对是一个用脑子踢球的 咱们别说1800万或者是2000万英镑 引进了一个30岁的后腰一个老将 但是他的头脑 包括他的这种铁人的属性 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性价比了 这是非常高性价比的这么一个球员 我觉得 我当时看到一个朋友留言说 他担心麦卡如果商与归来的时候 咱们看远藤航一直是替补嘛 麦卡受伤了他才上位 就怕麦卡伤病回来的时候 自己的位置没有了 已经被远藤航牢牢的站在手里面 但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麦卡如果回归的话 他将会解决利物浦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左边中场的问题 目前有的时候格拉特梅赫打 有的时候是琼斯在打 这两个在打都没有办法去稳定的输出 有的时候发挥好 有的时候发挥不好 当然这个东西是取决于对手 如果对手是喜欢用什么铁桶阵 或者是喜欢就防守 不太擅长进攻的 这种情况下上格拉分贝赫 他的这种向前传球 传威胁球 然后他的个人小技术 就可以发挥的好一点 那么如果对手是一个比较不擅长身体对抗的 或者说非常擅长身体对抗的 这个时候要拼肉搏的话 那上琼斯可能更好一点 琼斯的无球 对不对 琼斯的这种身体对抗 这都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两个球员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但是如果上麦卡利斯特的话 他的这个传球就比较好了 而且他有后腰的选位 战位的意识 可能会稍微的中和一下二者的特点 所以我就会觉得接下来有可能会是一个迈卡远腾航 索伯斯洛伊这么一个中场战位 那么这边说赖斯了 世界级后腰和一个八甲的后腰 MVP后腰这个差距 然后再说了远腾航跟安德烈的差距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叫做好后腰 好后腰不是球迷口中所说的 还有硬 我又找一个能抢断的 这数据多么多么的漂亮 全球成功率多高 然后又能抢断 又能拦截 又能防守怎么样 安德烈防守也很努力 他甚至说跟着对方防守 防守到自己家的后卫后面 那这个东西你是后腰啊 你不能跑到这个后卫的 你防守到底线 这是不应该的 那底线你就应该交给队友来接管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习惯 这是一个踢球习惯 所以远腾航迅速的通过三个多月的时间 改变了自己原来在德甲 在这个日本国家队里面的这个习惯 特别是站位的习惯 他有有一定的这个传球能力 有一定向前推进传球的这个能力 有远射 对不对 能争顶 能对抗 他对抗能力我不觉得很差 我觉得还可以 是不是 然后他站位能站得住 而且我上一个视频 我重点提到 我说远腾航能不能发挥好 一定要看利物普的两边 琼斯索伯斯罗伊 能不能给他提供非常好的保护 我觉得呢 两个人做的还不错 索伯斯罗伊更多的担当了一些防守的这个责任 然后远腾航这边 那很明显 这个串联就串起来了 远腾航发挥的是相当不错 相当经验的 所以我觉得远腾航呢 继续首发吧 已经可以说是稳稳的 占据了一个主力后腰的这么一个位置 另外呢 我提及了两个人 阿森纳这边 可以说大家都看得出来 阿森纳这场球呢 一个是金情科 一个是萨卡 不是萨卡 一个是厄德高 萨卡后面的厄德高 这两个人 当时呢 我在视频里面我提到的厄德高 我说厄德高呢 是一个非常惧怕对抗的球员 你跟他上身体 他就消失 他要么就犯规 要么就消失 所以我们看厄德高 他所在的这一面 面对的是谁呢 面对正好是琼斯这边 琼斯又有对抗 那琼斯一跟他一对抗 利物浦这边一跟他上身体 厄德高肯定就是要 很难受 很难很难受 是不是 然后阿森纳另外一个战犯 金情科 好吧 往常呢 金情科的提法就是金情科 收到边后腰这边 然后阿森纳摆三个后卫 然后金情科去 去后腰那个位置去协防 那么这场比赛呢 他也不这么干了 就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待着 但是你要想到 金情科 他被骂 他是因为他发挥不好吗 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实力 因为我们看金情科要对的是谁啊 利物浦的右侧 利物浦的右侧是谁 首先就是萨拉赫 中间是索伯斯罗伊 后面是阿诺德 三个人轮番的往外轰 这是利物浦最强的一侧 利物浦最强的就是他的右侧 疯狂的像 金情科这一侧近空 金情科他没有那个实力去 特别是防守萨拉赫 他根本扛不住萨拉赫 这不是说他战犯级的表现 不是说他表现不好 他没办法表现 他没有那个实力 所以金情科这一点被爆掉 是一定的 是一定会发生的 而且这一点我相信 克罗普也看到了 或者说他已经知道 阿森纳他的弱点在哪 所以一定要按照这两个 摁住这两个点 去暴击他 去击破他 但是我这个定位球 失球 我是没想到的 我可能想到的是 哈佛茨可能会 因为他最近表现不错 我想到哈佛茨可能会进一个球 我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定位球丢球 确实 阿森纳一想 定位球确实在这个赛季 还进球进的挺多的 还真的还是不错 所以这个东西我确实忽略掉了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是定位球进的 那么除此之外 那个点球没有判 很可惜 萨拉赫进的很精彩 然后最后一个五打一 没成功 只能说人家赖斯厉害 怪不了别人 只能说赖斯很厉害 但是整体上来讲 1比1不是不能接受 我是觉得小有遗憾 你就会连赛踢到现在为止 利物浦成绩排名第二 满不满足 如果赛地出告诉我的话 我肯定会满足 所以我觉得就 球迷来讲 就不能太吹毛球刺了 第二就第二 而且第二也不意味着什么 后半场咱们继续发力 对吧 反正打阿森纳这场 我看到的是希望 我看到的是希望 而不是说像打曼联那种 我看到的很多 更多的是焦虑 所以打阿森纳 我看到更多希望之后 我对这个球队比较有信心 但我特别担心的一点 就是伤病 哎呀 奇米卡斯这个 我看的报道是锁骨骨折 这就完蛋了 锁骨骨折的话 你至少要修三个月 你从现在看 马上一月份 但一月二月三月 你四月份才能复出 最早一点四月份复出 那接近于赛季保销了 最后两场复出有什么用 所以奇米卡斯这边 估计要 戈麦斯顶级场了 戈麦斯顶级场就看 罗伯逊什么时候能复出了 因为现在的利物浦 后卫真的不够多了 他能轮换的后卫 就柯纳特不受伤的情况下 只剩下宽萨了 剩下的是没有打首发的实力的 没有现在提比赛的实力的 就看利物浦怎么办了 东窗要不要紧急的去购买一个 或者是租借一个 当然你要租借质量好一点的后卫 但是我觉得挺难的 能不能买就看俱乐部了 就看俱乐部 一个是看他愿不愿意砸钱 我觉得遇到好货的话 肯定愿意砸钱 再一个就是要看 能不能买到特别好的中后卫 我觉得是真的是要需要 因为现在利物浦的伤病实在太多了 伤病一多 就是左侧 麦卡利斯能提左侧 格拉特梅赫伤不重 但是也惊出一身冷汗 然后罗伯逊左侧 齐米卡斯左侧 迪亚斯这边也是左侧 是吧 伤了一片全都是左 左边没人了 所以你要买一个 要不是左边的球员 要不就是这种能打左边的中后卫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看吧 伤病我真的不希望 今年的伤病我发现特别多 前六名每一家俱乐部 都有特别多的助力球员 遭遇到了伤病问题 不是红牌就是伤病 反正今年的英超就是主打一个字 乱 好吧